全球关注台湾0403大地震 外媒最担心的就是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 周三地震之后台积电部分厂区生产一度停摆 并且疏散员工 外媒就担心台湾25年来最大的地震 恐怕牵动全球的晶片供应链 工場設備的70%以上迫铆的迫铆 TSMC 측是在3月发布的文明上 主要工具有危险的残疑 一部分工具有危险的搬捕 完全的迫铆的迫铆的工具有全搬捕 世界最大的工具工具有缩铆的工具 但它明天天天的工具有限迫铆的工具 包括台湾的生产的生产的恢复率超过80% 新建晶圆厂在周四晚间就可以全部恢复 最重要的是造价动辄数亿美元的EUV 及紫外光科技没有受损 令外界松一口气 周三立正之后台积电的股价小跌1.2% 也省视市场也并未信心溃散 一直以来高度关注台积电的外媒 当然还有CNN 上个月CNN驻台湾记者罕见获准 进入台积电的中科厂区 揭开护国神山的神秘面纱 毕竟全球六成的先进晶芯片 都来自台积电 九成的产能都在台湾 当时CNN就提到 全球依赖台积电 同时也在承担台湾的天灾风险 尤其是地震 尽管台积电对地震带来的营运风险早有准备 但这次地震之后CNN报道还是认为 天灾加上地缘政治紧张 台积电晶片制造集中在台湾 风险其实相当高 其他的外媒也是严肃看待 彭博社就引述巴克莱分析师指出 任何的停摆都可能会扰乱 晶片的生产流程 而且先进晶片需要在真空状态下 24小时无缝运作好几个礼拜 可能有生产中的晶片会受损 花奇跟杰夫瑞的分析师认为 影响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而路透社的标题就写着 可能打乱供应链 报道引述加拿大的研究机构认为 晶片生产设备关闭之后 需要36到48个小时来重启 另外一篇报告还指出 台积电的厂区 受到不同程度的生产中断 可能导致晶片的交期延迟 华尔街日报报道也说 地震考验台积电 台积电很幸运 因为这一次的镇央 在台湾的东部 远离厂区的所在地 但是半导体的材料跟设备 都非常的精密 晶片只要有一点点小瑕疵 就得报废 可能造成数千万美元的损失 不过台积电也澄清 地震对第二季的 采测影响程度 还有待确认 高度依赖台积电的 还有全球AI晶片龙头 尤其是AI发展的关键时刻 先进晶片不能断货 不过回答倒是很有信心 认为台湾地震 不会对供应链造成影响 提供签生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